上集聊到风红阳和鸡龙巷向上风提交申请 希望十三能顶替商力成为新的吴老星 可是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 十三 这次把你叫过来 是为了吴老星竞选的事宜 之前我提交的申请 上风经过仔细研究琢磨 本来是已经同意了的 但是某些同事觉得不太妥当 认为你太年轻 而且犯过错误 不能担死大任 经过我和鸡同事的距离力争 上风终于给出了具体的意见 上风的意思是 想让你跟天王星进行一次合理的竞争 谁的能力强 谁上位 谁的能力弱 谁走人 我没意见 竞争上岗挺好的 公平公正嘛 这样以后也能以免落了别人的口舌 十三 你先不要得意的太早 听听看这次的竞争内容再说吧 首先提醒你 这次的竞争内容跟金融无关哟 十三 这次的竞争内容的确跟金融没啥关系 甚至跟创业 做生意 商战之类的 你最擅长的领域统统统无关 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没关系的 风王 您说吧 这次的竞争内容与我国的工业发展相关 因为太长时间没进行过工业大摸底了 我国许多工业相关的民企信息 官方已经不是很了解了 故此 你们两个需要各自率领一队人马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业摸底 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能摸底到的民企对国家的作用和贡献最大 就算谁的能力强 这是在考验你们的领导能力和调研能力 本次考验可以动用一切你们可以动用的资源 人脉 官方也会不遗余力的做支持 十三 你要是觉得不太公平的话 我们可以向上面再反应反应 这完全就是不公平 商家老早以前干的就是这块工作 十三甚至没接触过 更是连摸底的概念是什么都不知道 拿自己的优势去跟别人的历史比 还谈个屁的公平了 竞争上岗可以 但必须公平竞争 我要求向上请示 改变竞争内容 小鸡啊 你这话就不对了 竞争吴老星的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造福大厦吗 工业大摸底是最能造福大厦的一项活动 采用它当竞争内容 合情合理嘛 吴老星可不是做生意 搞金融的 那是要统筹全局 能在这种大事上做文章的 上风既然选这个当竞争内容 自然是有他老人家的考量 如果十三觉得自己搞不定 做不来 那只能说明他不适合当吴老星 鸡老 我承认我们商家以前干过这方面的工作 可这恰恰说明 我担任吴老星有优势啊 难不成 选吴老星还要选会炒股 会搞软件 会卖货的呀 那不划天下之大机吗 这 十三 你也别觉得是上风不公平哈 选择工业大摸底为竞选内容 不仅仅是为了区区一个吴老星的职位 更多的还是为了大下整体的利益着想 十三 上风有上风的考量 况且原本想做吴老星的位置就必须有超出常人的能力 不是随随便便会做点生意 炒炒股就能上位低 十三啊 要不这样 你要是觉得竞争不过 干脆现在便退出算了 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你适当的补偿 比如给你一面锦棋 再发二百块钱的奖金 不必了 我觉得三位说得很对 工业大摸底 事关国家利益 的的确确是最合适考验吴老星的内容 就这么着吧 这么说 你答应了 嗯 答应了 没有其他附加条件哈 我们都个凭本事竞争 这是自然啊 谁能摸底出的成绩好 谁上位 这样才最公平 也对大厦最有利 哼 装模作样 好 风老 急老 你们听到了 是十三他自己同意这个竞选内容的 我们可没逼他 小陈 商家以前就搞过工业摸底的工作 已经认识了很多工业方面成绩突出的民企 你在这块跟他竞争 是要吃大亏的呀 这块的内容跟你做生意 炒股 搞力 甚至是搞民生的能力统统不搭辩 你在这块的能力几乎是零 白纸一张 我觉得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谢谢二老 但我觉得尚锋选这个内容 也的确是想考察我是不适合上位 毕竟光会赚钱 没有领导力 统筹力以及摸清大局的能力 那也的确不合适当吴老星 风逢阳和鸡龙相相视狂相 但看到十三给两人一个示意二者安心的眼神 他们也只能点点头 同意了此事 好 那么就按照尚锋说的 十三与商力两人 从明天开始 同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工业大摩底 谁找到的对国家贡献大的民企多 谁就尚未当这个吴老星 因为事关国家利益 你们可以调用一切自己能调用的资源 不设任何限制 最后摩底出来的内容 全部交由上风进行审查 我们不参与 一是公正 我本以为十三会负于顽抗一番呢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答应了 还没提其他条件 十三这个人精 他肯定是知道竞争内容无法更改 所以才故意答应的痛快 这样即便是输了 也显得他得体大方 为国家着想 伪君子罢了 无论他心里怎么想的 这次的竞争他都输定了 这些是咱们商家这几十年来的摸底成绩 你拿好 只要按照名单上的企业一家家去考察 就能保证完败十三 谢谢爷爷 十三啊十三 想抢我的位置 你也配 我明白了老公 你本就没想上位当这个吴老星对不对 你是想着 既然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竞争内容对你不公平 所以失败了 也不会有人觉得是你能力不行 你又能借此机会全身而退 一举两得 对不对 不 我是真的想当吴老星 也是真的想通过竞争赢得这个位置 让外人不能说三到四 竞争内容对我越不利 那么我赢了之后 就越是能让居心叵测之人闭嘴 可 可是 你咋赢啊 老公 炒股 搞商战 做生意 甚至是偷鸡摸狗 敲闷棍玩女人 我都觉得商力一定输给你 但是工业大摸底 你知道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吗 你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 该联系谁吗 商力是个太监 是个男的都比他玩女人厉害好发 嘿嘿 老婆 你放心吧 老公啊 自有妙计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不成你想摸个能造航母的民企出来 民企哪可能有造航母的技术啊 再说也没拿资金啊 您就甭管了 先帮我去打听一下 我得了解一下相关行业的状况 好 我去帮你打听打听 很快13就收到了回信 现在官方这边也是一筹莫展 正准备对外招标呢 阻拦所数据很快就要对外公布了 想看看咱们民间有没有大神 能帮忙解决解决 哪怕比其他国家稍微弱一点 先能用上也行 你要那边把招标数据发给我吧 或许我能趁着这次工业大摸底 把这个问题帮忙解决了 你能解决 暂时不敢百分百保证 但大概率能解决 好好好 13如果你这次摸底 能把这玩意给摸出来了 我敢保证 在有10个商家 也夺不走你乌老星的位置 招标数据因为牵扯到机密 需要你自己去一趟 签署一些协议才能拿到 我跟那边打过招呼了 你去就行了 最新一次阻拦锁实验 又失败了 同志们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我们手里购买的阻拦锁 所生无几了 按照当前国际局势发展下去 迟早有一天 我们会面临无所可用的问题 航母阻拦锁没了 航母就变成了一艘普通的大船 我们国家三位一体的战略 将受到重大影响 这可是光乎国家大计的事情 现在我不想听其他的借口 只想问你们要一个答案 真不是我们造不出来 我们所的专家 已经在这个领域苦心尊严多年 只要给足时间 那肯定是能造出来的 现在是西方各种技术壁垒 我们只能一项一项的自己去突破 速度自然慢了 当年咱们的前辈没有技术壁垒吗 他们甚至连最简单的技术都没有 还不是一样造出两单一星了 为什么到咱们这就不行了